此品位最近版,上一期中一旅行旅行经验吧,我们介绍了黄奇,旅行抗衰老的第一摇摇。 品位好了,气血足了,血液流畅了,血液流畅了,衰老的速度就会停下来了,甚至效果好的,衰老还会就此刹车。 当别人还在为衰老,而想太多,因想太多而衰老的时候,你还可以停下衰老这辆车,在中途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,和沿途的路人。 而黄奇是最好的见脾胃的药物,因此,黄奇是女人抗衰老的第一摇摇。 那么,为什么脾胃和衰老,有这么重要的联系,女人衰老的原因究竟是啥? 这一期中医女士屡校经验吧,我们继续好好聊聊,抗衰老,为什么很多女人会容易衰老? 熬夜,高强度的生活工作压力,小班,带来,垃圾食品,污染的空气污染的水,还有救治压力大,私事多,欲望强,这些都是导致女人容易衰老的因素。 这些因素吃进肚子里的,中医讲会饮食不节节,会损伤脾胃,想得太多的,中医讲私伤脾也会损伤脾胃。 脾胃伤了,会出现什么? 一,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,脾胃伤了,气血的来源就少,气血虚弱就出现面色伪黄,各种般,疲倦乏力,做啥都没劲,眼睛不调,或提前或推后,量少或者量特别多。 二,气形则血形,气形则血形,既有推动的作用,脾胃差,气虚了,血和水就少了推动力,停止了,出现一些和水种,比如眼带,比如脸面和下肢的水种,由此可见脾胃继血脂弱与衰老,面色伪黄,各种般,眼带,脸面浮肿有很大的关系,而偏偏黄脾是健脾补剂最好的药物。 所以说,黄旗是女人抗衰老的第一摇摇,黄旗,女人抗衰老的第一摇摇,每月计量30到60克,开水冲泡喝到梅尾,30克,一下笑减。 今天,中医女士,女校经验吧,栏目就到这里。 我是广东手,应得是人民中医科科医生,广州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,出生中医是家,立志继承家业。 感谢大家持续关注,感谢大家转发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